今天香 要來石頭大對決 這是心災 這是意境 這個是符文石 那當然後面還是會有yes跟no 我們想要問的是放棄他 會不會後悔 這是對常人家問的 如果這段關係我先斷開 對方會不會會失去我 而感覺到難過 當然我們都希望我們的付出有所回饋 可是當你已經就是選中這個題目 相信你應該也睡不好了 好好的睡覺才是治療生活的良藥 這是香蕭跟妳說的 有時候我們說成年人都崩潰 其實是從一個失眠的夜晚開始 半夜醒來看著天花板發呆 思緒像脫江的野馬在腦海裡面逝去的奔跑 白天想著跟他之間的付出是值得的嗎 煩惱不已 晚上又想著跟他之間的未來很不安 甚至於每天胡思亂想著 你跟他之間的總總的過去跟回憶 如果放棄了會不會成為遺憾 每天日日夜夜的輪方上演的這一些的煩惱不安跟遺憾 其實你試圖的用很多的娛樂節目去麻痹自己 可是熬過了夜 換來還是白天的無力感跟心累 所以如果你已經思考要不要放棄這個人 我想你真的心已經累了 宇宙說好好的睡覺吧 是最簡單卻也是最有效的治癒良藥 那像有失睡症 當我非常難過的時候 我就是會去睡覺 那人家說你怎麼睡得著 因為我覺得 我算是也屬於那種人家給我壓力 我如果不喜歡我就會躲起來 那我就覺得睡覺的時候 別人沒有任何人可以給我壓力 因為我自己也不會給我壓力 我就睡著了 所以記得好好的睡覺 睡覺是你們的身心靈最自然的恢復的方式 好嗎 那選擇你有感應的牌卡 那我們要進入主題了 肩膀有一點重要來囉 好不好先給我一個讚 想天心更新療癒 你的心記得先訂閱起來 那我們就要解拍 你的他到底 你離開他以後 他會不會後悔 後面就是 yes or no 跟怎樣的後悔呢 我們解拍囉 那我們馬上呢 就來看一下 你所想的那一個人呢 如果你跟他斷開了 然後你走了 或者是他拋下你了 他會不會對你產生後悔 沒說我就是直接心臟爆擊 沒有要跟你們客氣的 深呼吸 要準備 毒神 要戳牌 三箱毒神要幫你們戳牌 來 你們所想的那一個人 讓你每天壓力很大 肩頭很緊的那一個人 讓你重新鎮做 你到底 該不該離開這段關係 會不會後悔 來答案是 yes 他會後悔 你所想的這個問題答案是肯定的 如果你想要更仔細 那確實你可以去做一個驗證 他失去你 他是非常的後悔的 你可以得到一個肯定的答案 如果說你真的希望他後悔 那你等待的機會 是會有機會來臨的 那看到這張卡片 你有沒有感覺到安心跟放心 因為這一個願望 確實會實現的 你只要相信你的直覺跟信仰 宇宙也會幫助於你實現跟這一個人之間的種種 那我們來看 他如果後悔了 他會做怎樣的行動 這就比較重要 他會後悔 人類有走有腳的總是會行動 對不對 有一些人呢 有手有腳就是不動 也真的是還蠻有趣 在那邊懊悔有什麼用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他有沒有行動 我只能說他碰到障礙也不害怕 如果說他今天開始後悔的時候 他會思考跟你之間是否要開始產生那一種行動 甚至於他跟你之間 他覺得有九世姻緣 九個世界的那種世界之術 他很強烈的想要保護你 他看不見你的時候 他會覺得很 有一點慌張 因為他覺得跟你之間你才是他的安全感 你們兩個人要彼此的 永永遠遠的生死循環的在一起 每一次的斷開都是每一次的蛻變 所以呢 他覺得他絕對不能離開你 因為你跟他之間是一個安全的成長 堅定的信念 智慧的結合 成長的蛻變 所以你對他而言很重要 那也可以說 他某程度把你跟他之間已經深深的綁在一起 我不覺得他會離開你 就算離開也是一種我們說短暫的那一種 的分離 可是最後面還是會連結 就算你們之間已經經過了許多的等待 新的機會會再來臨 那對於生命的容忍度增加了 尊重每個生命 所以也就是代表你跟他之間即使斷連了 或者是即使任何的種種 他會用一種很緩慢的步調來跟你做一個捷徑 他會經過漫長的黑夜的苦難跟掙扎 他才會來朝你前進 不管現在情況多複雜 其實他是想來的 只不過他不像以前那麼的衝動 他想要保持腳步腳踏實地 慢慢的走向終點 就像烏龜一樣 那你們不用緊張 因為這張牌是黎明呢 代表一定會來到 只不過黑夜特別的漫長 如果可以 也確實你們兩個人之間 將會有一個重大的改變即將來到 記得黑夜總是會過去 黎明總是會顯化的 你們只要做好準備的迎接改變 那此時此刻的他 是跟你離開之後馬上後悔也不是 因為這邊有在迷霧中 需要指引的方向才能帶來全新的領悟 所以這一個人 確實如果你們在這連結是需要等來的 沒有辦法那麼快 可是他是一種肯定 他絕對會來跟你之間去做一個連結 不會放任於你這個遺憾 就這樣永遠的帶入觀察 馬是一種移動的力量 代表是前移 就代表你們兩個之間 還是會有身心靈上的改變 跟新的方式的模式 如果可以你們的關係 如果還在ING記得常常去旅行 每一個旅行什麼班間 換工作 或是只要有這種轉換的能量 對於你們兩個人來說 是一種良性且正面的 那必須的說的是 你們兩個人之間的事情 在這一次的斷開之後 他如果後悔了 將會朝更好的方向前進 所以呢你們兩個人 勢必會有分分合合的能量很強啦 一定要做一個分合感情 才會越來越深 所以你們兩個的感情 是磨合喔 不是不適合 只是需要一點點的時間 透過一些磨合 把彼此的那個有靈有角 磨得比較好一點點 原本的每天的那種壓力的 尖頭的積累喔 是會重新振作的喔 往往不是深夜的胡思亂想喔 而是確實他想要的是 跟你自己有那種踏實的旅程 清晨呢 是破小千的鄰近 那你也拿到了那種黎明牌 所以夜晚呢 是自我療癒的感官 雖然他很慢 所以一樣也出現了夜晚的牌卡喔 那我們可以看得到 你跟他之間呢 你想要的是什麼關係 想要他積極的努力來朝你前進嗎 我想大家都是這麼想的 那他會嗎 我這邊看呢 要非常的慢 沒有那麼的快 原因是什麼 其實他不害怕你們的關係 他是很勇於去把事情給突破的 只不過 緩而漸進的變化 他的勇氣很十足 可是他其實要守護的是你們的愛心 他覺得太快的關係可能會用破壞 他想要用人心跟智慧來迎接你們之間的感情 越加越深喔 所以他並不是一種很倉促的能量 他比較像來這裡有一個保護 這裡有一個守護愛情 其實他很明顯的就是說 他跟你之間的愛情他想要做一個守護者 而不是突然間的就跟你一個斷開喔 甚至這裡有魔法 魔法也代表 其實啊你們兩個人之間的感情 就像命運般的一種糾結 也有魔法般的好運 在保護著你們 那確實他也有透過靈性的能量去在祈求 希望呢跟你之間這種隨機的難以捉夢的感情 可以得到一點穩定喔 那也許有一些事情是被藏起來的 但很快會有重見天日的狀態 所以你們兩個人確實呢 他有隱藏著一些事情 即將未來有機會會知道 可是你不用緊張 知道以後這一件事情 反而是對你們來說是一件好的事情 也會讓你們兩個人的感情越來越好 因為這張牌有好運降臨跟幸運女神 所以接穿的事情是一件好事 不是一件壞事 又是保護牌卡了 所以呢這個人為什麼不可能跟你斷開 因為他成為你的守護者 他這一輩子呢都要給你安心的念 希望有很多的困難 跟未來的成功都需要由著你一起前進喔 這個符號代表的是迷路的腳 那我們就迷路他很重視的是家庭連結 很像家人的能量齁 就確實是家人的能量 來去幫助於抵禦危險跟保護你 他有那種奮戰到底的那種鼓舞跟勇氣 其實呢你就是他人生中想要保護的那一個人 那只不過那張牌卡也有等待機會意思 也就代表你們兩個人之間 如果真的斷開或者是怎樣 他確實是會後悔的喔 而且他會去 有一點我們說的 比較隱身於陪伴於你左右 不去觸發你們有更大的那種破臉 靜靜的守護著你 好啦這就是給你的牌卡 如果喜歡我牌卡記得給我的讚 如果這些牌卡沒有辦法解決問題 記得留言加訂閱可以獲得20分鐘免費的占卜一次喔 那追蹤我的instagram跟facebook呢 就有機會得到免費的占卜囉 那想聽更新聊你的心 加入會員頻道可以搶先看到我的新片 那我們明天見囉 我們看一下你所想的那一個人 他覺得跟你之間 他如果斷開你 或是離開你 或是你斷開他都可以 他會不會後悔 來我們來看 Not the right time 也就代表說呢 現在你去做斷開他 他也沒有什麼會 一不一樣 因為你們兩個之間 在此時時刻的能量 不是一個時間點會斷開 那就是因為他也不覺得你們是真正的斷開 所以他根本就也沒有什麼擔心的時刻 他不覺得你們的關係呢 是會斷開的 所以他並沒有去思考這個問題 甚至於他覺得現在也不是斷開的時候 你們兩個人之間他覺得都 緣分還是會持續的走 還沒有發生的事情 他怎麼會去覺得 怎麼是會去覺得難過 那你如果硬要說 是不是 那可以說 這個答案不是不是 而是上位 上位就是還沒有 所以你可以說 他未來他會後悔 只不過此時此刻 你斷開他的 這一個情況 他是不會後悔的 他很久很久以後 才會去後悔 因為現在不是去做一個斷開的 適當的時機 你們兩個人還有緣分 甚至如果你真的要他後悔 就是說你要不要等一等 再給他一個幾天 他才會痛 才會開始後悔 你現在斷開就有點便宜他囉 所以因為此時此刻他 你太快去進行了 斷開 那你們兩個不是一個最佳的時機 所以他根本就不會後悔 所以他根本就不會後悔 所以你要觀察一下 此時此刻你的斷開 他根本就不會後悔 那自己就要想一下 那我們看一下 如果說他有朝一日 因為他是說還沒有 代表完全不 我們就看一下有朝一日 當他已經就是後悔了時候 他會不會來主動找你 跟他怎麼樣 看待於你們的關係 那這個是液晶啊 那我就去隨便塞一塞啦 好的 天 全部都是 都是正面 這一個呢 也一樣是一個叫做吉陽之寡 他可以說是大好 也有可能是大壞 可是是一件好事 所以反而你跟他斷開了呢 你們兩個人之間 他有一點覺得 你們兩個感情上啊 比較彼此勉強 那他還是呈現那一種 沒有關係啊 就這段感情 離開之後我會好好的祝福你的能量很強 如果你們不是吵架的斷開的話 你們會維持朋友的能量 可是如果你們是吵架斷開 那這份關係呢 確實也就離開了 那我覺得呢 他這一個人還蠻正向的 他就如果說今天離開的話 那沒有關係 他反而會覺得 你們兩個人之間的關係 也許現在看不到未來 但沒有關係 我們以後可以慢慢的再看以後是如何 而且他會積極的努力的去 讓自己的人生越來越好 無論是在事業 或是個人的努力 或是各種的跡象 他會一直提升自己 也確實這一個人 他想要一起成長的人 他是不想要無止境的內耗 他會懂得去開創他自己的人生 即使你們分開了 他的狀態就是有種隨緣 他不會說 一定要說 去強求與你們之間的關係 他當然呢 他還是會去表達於 他對於 如果說他今天後悔了 他一定會跟你說 我後悔了喔 他是很積極的會去表現你的 他的心情跟狀態 他不會讓你差喔 而且他覺得人生就勇往直前 如果你們今天真的斷開了 難怪他說還沒有 因為他 他比較不像是後悔 或者是有遺憾 他比較像是說 沒關係 我們這個感情雖然斷開 可是我們記得美好的 我們再去彼此 去追求彼此的理想 我們就好好的維持我們的友誼 是沒有關係的 你永遠是我的前女友 我會好好的保護自己 所以也就代表他很明白 什麼是那種 萬物變通的道理 他懂得說如何去隨遇而安 如何看待狀況 去做一些的改變 所以可以看得到說 如果說你跟他斷開 他也是很懂得如何去平凡的 寶貴的自我的修復我 主要的原因是他很聰明 他不會讓微小的煩惱 然後讓他情緒崩潰 看起來他應該也就是那種吃飽睡好的 能量是非常非常的足的 他比較不是那種焦慮型的人 他比較像是那種大二花子 我今天開心與不開心 非常的直接 跟你們之間的感情 我覺得反正就維持這一個現狀 開心就好了 算是你的離開 他也會覺得 這就跟太陽一樣 周而復時的運動 日出日落 他覺得這都是萬物正在進行的一個道理 所以他會覺得 不會有那種什麼很難過 或是很悲傷 他都沒有 他就說分開了 好吧那就分開了 就是我們就不往此生了 那能夠做朋友就不做朋友 可是如果不能做朋友 那就沒有辦法 那有人會說那這個人 我還有機會去做一個複合嗎 那我覺得如果說今天斷開了 也確實你的這一個人 他是比較沒有想要複合的能量 雖然他很會勇於的表達跟保護伴侶 他是對於如果你還要 他是不可能跟你分手的 可是一旦他說了分手 那也確實你們兩個人之間的感情 就必須得分手了 因為呢這一段的感情呢 強調的是一種主動性跟堅持 還有自信性 所以如果你鬧脾氣 說了分手 或者是他也已經說了分手 那他也確實的必須得告訴你 他該努力也有努力 你們兩個人最終是走不到 彼此想要那種幸福的高峰 那他就會覺得 那我們就這樣 每一個階段總是有不同的挑戰 那他會覺得跟你今天的挑戰就結束了 那他就要去啟程去另外追尋一段感情 所以這一個人很明顯的看到的是 他不會經歷的跟你斷開感情 可是如果真的斷開 那確實他的下一位很快他就會去補上 因為他就要開始驚喜他人生中的別的選擇 因為他是很勇於的去懂得自己要的是什麼 跟生活更懂得平衡跟節制 因為他追求的就是簡單幸福的美滿 而不是那一種強烈極端 導致於問題一直重複的發生 所以他也是一個情感 不能過於激烈的控制對方的人 不然就會很容易有煩效果 所以跟這個人 他建立的是一種穩固跟美滿 平平凡凡的那一種成功的簡單幸福 如果說你還沒跟這個人斷開 想趕快繼續 那確實我說後悔比較難 那你就保持你的真神跟坦率 有什麼說什麼 可是不要帶有那種諷刺的 真的是用正面力量的和平的共處 那你跟他之間的感情 確實是有機會持續的關注跟努力 那如果已經斷開就很遺憾的 他應該已經往人生中更好的方向前進了 那你也應該要往自己的人生中 更好的方向前進好嗎 如果你願意好好把膠碎的足夠 白天的陽光會變得很溫暖 吹來的風也會很輕柔 重點是原本看似無法跨越的難關 其實有可能一覺醒來之後 你就會發現這件事情 也不過如此 好好睡一覺 你才能重新的 擁有面對生活的勇氣 好嗎 喜歡我的牌卡 記得給我的讚 如果這些牌卡沒有辦法解決的問題 記得留言加訂閱 可以獲得20分鐘免費的江戶一次喔 如果說 你還有需求的話 想要領免贈 記得追蹤我的instagram跟facebook 那想要搶先看 芯片小兒的贊助會員頻道 就可以看到喔 那我們明天見 今天我們這個是心骰 等一下來告訴大家心骰 我是怎麼解牌 好反正就看著我姐就是解牌了 也沒有什麼好說的 但是解牌就是這樣 來 這一個人呢 他確實有沒有直接 毫無預警的這給你們翻出來 對他不會後悔 所以如果你依然覺得斷開這一個人 就是一個強烈的no啦 這個人怎麼可能覺得反省 所以他對於你離開這件事情 他沒有想法 no 他沒有任何的想法 給你一個用力的不 肯定不是啦 隨著時間的流逝 他也是覺得這一個答案 他是否定 拒絕 不適合 如果說今天他跟你斷開 那也有什麼好後悔的 就已經決定要放棄某件事情了 哪需要講那麼多 所以當他決定放棄的時候 他就覺得你肯定不是他認為 最好的 所以他會想要再去追求最好的 所以如果你真的不想要分手 不想要看他的嘴臉 但你還想繼續 那請你記得 慎重的考慮 不應該貿然的決定說要離開 因為他確實 不會如你所想的後悔 那我們來看一下 你所想的這一個人 在你離開之後雖然他不後悔 可是他的行為表現 將會是什麼樣子 有可能他不後悔 但是他還是在煩你啊對不對 天蠍座 一公 好我們可以看到呢 來就是一個天蠍座 這是一公位的意思 那他在哪裡 在火星喔 不是男人 可以可是也代表男人 反正就是火星天蠍呢 第一公的意思喔 他在跟你離開之後呢 他是擁有勇氣跟熱情的 充滿著火的能量是非常非常的強 因為他對於自己的自信心爆表 所以他並不會覺得 跟你之間的感情是後悔的喔 他甚至是屬於那一種火熱強大 喜歡 鬥爭喔 甚至他脾氣非常的暴躁 在執行他的計畫以前呢 他不會那一種什麼 猶豫不決的三四二後行 因為他是一個衝動的牌卡 他是無所畏懼的喔 所以今天如果你要說說跟你分手之類 他就很像一個我們說充滿肌肉 無腦的一個男生 他比較像是我們說 他今天會追尋他的欲望 而去做 如果說今天你離開了 但他不會後悔 可是你離開了 他是會去用力的把你緊緊的抓住喔 那我們又說他有天蠍的能量 所以他感性 他深刻他黑暗 他其實很自己深藏很多秘密 他會看穿很多的事情 可是雖然他有很多的黑暗蜜 可是他也能農人你的黑暗蜜喔 他感情上他的佔憂是非常的強的喔 所以如果你離開的話 他會用力的去把你給抓回來 所以他並不會後悔 他會覺得你怎麼會離開我 他會覺得他自己非常的自信 他要透過慾望跟激情 他才會感覺變成蛻變 所以也就代表說 你應該要讓自己保有更有身家 更多人喜歡更多人追的能量 他才會那種起心動念的感到後悔 所以你如果是默默無門的這樣子的離開 他就不會後悔 這個人就天生要被人家劈腿 他才知道什麼叫後悔的感覺 想壞壞 所以他就是那種 必須要受了恥辱之後 他才會感覺到自己是反省的喔 如果你是無瑕無邪的離開 還含著眼淚說 我祝福你過得好 因為我太愛你 什麼成全我告訴你 他不吃這一套 他就是要狠狠的賞他個兩巴掌 我說你清醒了沒 他才會說 對不起我錯了我反省 對他是這樣的能量很強 然後我沒有要鄙視他 而是說這樣子的人 因為為什麼 因為他缺乏耐心 而且太過於衝動 就不長腦子 所以你一定要傷他兩巴掌 讓他腦子清醒一點 再告訴他為什麼 他要痛 他才會懂得反省 才會懂得他要的是什麼 因為他其實是不懂得放手啦 所以你要說什麼遺憾 就是說你離開他也不覺得 你走了好嗎 OK 因為他這一個人就沒有什麼腦袋 而且他非常的極端喔 所以他就是一種 以速度在過生活的人 講話不經過大腦 行為橘子也不經過大腦的能量 是非常非常的強烈喔 而且他個性又激烈 精力又旺盛 熱情又人莫 呼人呼惹 莫名其妙 可是這樣莫名其妙 這一種的 火星天蝎第一弓的人呢 相對於之下 很受歡迎欸 到底 人類好奇怪 可能人類要有那種隱性的狩獵 動物的習性會有那種征服感 所以呢 反而他為什麼那麼有自信 因為他確實在他的世界裡面 他是一個有一個奇妙魅力的人 讓人想靠近又不敢靠近 所以如果說真的斷開 你也覺得為什麼他沒有超我心動 我要告訴你 因為他已經對任何事情他都默不關心了 可是他知不知道 他知道嗎 他就默默看著你在幹嘛 可是他不告訴你 我就說了 因為他確實是那種莫名其妙的人 其實就是心機比較重 他會出其不意的帶給別人開心 或者是意想不到的開始 還有跟意想不到的結局 那因為本身呢 這一個抽到這組牌 他的反應他就是比較嚴格 那他其實呢 雖然講話不經過大腦 可是他在檢討別人的時候 倒是看的還蠻仔細的喔 所以你跟這一個人相處 你一定要小心喔 他人格分裂的比翼喔 比人家嚴重喔 他有時候開朗 有時候隱暗 你就會看他 可能突然間今天很積極的 發一些現實過得很開心 過不久他就什麼都不發了 莫名其妙 或者是一些很陰沉的 莫名其妙的事情 他是確實比較隨心所欲的 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那這一個人 我覺得你不要太了解他好了 因為他一下生氣 一下難過 一下拒 一下拒絕於你們的來賓 所以他就是非常的有毛病 那確實這一個人 他有鐵石心腸的一面 可是他的鐵石心腸的一面 其實也容易被人家軟化 那我就說了 你跟他之間 我們說你要對付什麼人 就要成為那樣的人 你就要比他更神經病 那相對之下 他就會去探索你 想要知道你是怎樣 他也會覺得你有魅力 那通常我們看到這組牌卡 因為天蠍一公 那再加上在火星 所以他某種程度 他的外貌是十分的 讓人家引人注目 甚至有性感的能量 是非常非常的強的 那只不過 他雖然外貌很吸引人 可是他自己的行為 舉止是還蠻孤僻的 所以如果 如果你跟他之間 你分手不愉快 我告訴你 你要小心 這一個人呢 他敏感又善於嫉妒 他就會開始傷害你 他是會報復你 那如果說你們的關係良好 其實他就是不斷地在試探你的底線在哪裡 他唯有透過傷害別人 然後也把自己弄得傷很累累 他才知道他對於你的愛情在哪裡 所以他會用理性跟感性 來重複的發生 所以你就會覺得這一個人 突然來找你 他跟你聊得很開心 就一副我媽附和 他又消失了 就是這樣 好有沒有 很有感覺 對就是這樣 他就是這一種 突然間來問候你 他就消失 自己陷入自己的糾結 然後又出現 你以為說幹嘛 他是來整我是不是 沒有 他自己也在整他自己 他除了虐待自己 因為他的人生 就需要完成課題這一個部分 就有點神神經經的 不知道沒有辦法掌控自己的情緒 沒有辦法去把理性跟感性分得清清楚楚的 好嗎 可是你不用緊張 我們雖然就說他會不會後悔 可是你對他的好 如果你曾經對他好 他這一輩子都會記得你對他的好 如果說你需要的時候 他一定會付出自己的一切來回報你 所以如果說你會說 為什麼我給以為他還沒有回報 是時間還沒有到 好嗎 那我不覺得他會 跑下你 我覺得他抓你 祝你都來不及了 好嗎 喜歡我的牌卡記得給我一個讚 如果這一牌卡沒有辦法解決問題 記得留言加訂閱可以獲得 20分鐘免費的占卜一次 當然啦 如果你已經使用了 然後又想要獲得免費占卜 記得追蹤我的Instagram跟Facebook 每三個月會有一次的免費文字兌換 那香甜跟心音聊餘你的心 如果沒辦法滿足 我還想要看更多的芯片 加入小額的會員頻道 好嗎 好嗎